哇终于又看到希望了 今天是孵化科尔亚蛋的第七天 我们可以看得到很明显的血丝 中间有个小黑点在动 那就是小科尔亚 我们得小心翼翼的给它放回去 停电了 这才孵化了半个月就碰上停电了 我们得赶紧想点办法 这个蛋已经凉透了 停电了 只能用拿水袋先给亚蛋保温 稍微的垫厚一点 留一点点位置就可以了 温度再慢慢的起来 下面已经热乎了 给它盖好 历经25天的侃侃壳壳 终于看到了一点希望 小鸭子开始啄壳了 现在已经不需要孵化箱了 我们给它放进保温箱里面 这一次是到第25天的时候 它自己开始啄壳的 给它喷了点水 我们在外面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今天打开保温箱 发现小鸭子已经自己出来了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样子出口有一会了 哎呦呦呦呦呦 现在羽毛已经干了 哎呦拍一下下来 这俩一出壳都知道追人呐 跑得太快了 它躺在我的手上睡着了 这只小鸭子非常健康 没有任何问题 出壳几个小时就跑这么快 好了 我们给它放回去 喜欢它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 我会持续更新它的成长情况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